老牌天后珍妮太猛了 不仅正面硬刚好声音与浙江卫视 还把矛头指向了刘德华、周杰伦、王妃、谢霆锋 那应那心,可谓火力全开 作为与邓丽君、徐晓风齐名的老牌天后 珍妮在圈里的地位与辈分相当高 很多后辈艺人都受过她的提携 今年70岁的珍妮本来已经到了退休以养天年的年纪 但是后辈李文的突然去世让珍妮悲痛万分 而李文去世后爆出于好声音的冲突内幕 更是让珍妮忍无可忍 众所周知 华语娱乐产业的中心早已从港台转移到了内地 在港台录一期综艺节目可能只有几千块的通告费 而在内地录制一期综艺 酬劳能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以亚洲天王谢霆锋为例 据说她录制好声音的酬劳是三千两百万 比华语天王周杰伦的两千八百万 足足多出了四百万 虽然谢霆锋也是很优秀的艺人 但这样的酬劳对比还是有些令人诧异 珍妮也针对这个现象发生 直指谢霆锋、王妃、纳英、纳新、柳丽 以及资本商是一条绳上的 珍妮认为通过王妃的关系 谢霆锋与纳英纳新、柳丽 资本商成了死党 既然是死党 感情如此深厚 那么酬劳自然可以随便给 可以多给点 不必在乎是否值这个价 也不必在乎有没有资格担任导师 珍妮这番话 看似是在质疑谢霆锋 有没有担任导师的资格 以及她的酬劳高过周杰伦是否合理 但这番话其实从侧面指出了 这档节目不看重实力与能力 而是以关系作为第一位 导师如此 薛妍亦如此 珍妮还回忆王室 90年代初她正当红时 在广州举办完演唱会后 在清宫宴上 一个江湖大哥带来一个 在酒吧夜店铸唱的年轻女生 这个女生自我介绍姓娜 是末代格格还是附近什么的 当时她的态度很谦卑 但珍妮也没有太记住她 如今回想起来 很有可能就是纳英 毕竟纳英一向以满清后裔自居 据说还是慈禧那一脉的 满族姓是叶和纳拉 改汉姓时娶了纳子 如果在满清的话 纳英确实大小也是个格格 所以珍妮感慨说 纳英那仙娘姐妹挺能混的 90年代跟着江湖大哥 在夜店酒吧助唱 后来摇身一变 就成了好声音的制片人与导师 开始给别人上课了 珍妮还把风波引向了刘德华 她指出 有一位刘德华的铁粉 用十分流利的粤语脏话 骂了她足足十分钟 而之所以骂她 是因为这位华仔的铁粉 不久前刚参加完好声音 或许是对珍妮炮轰好声音不满 才会对珍妮破口大骂 其实珍妮完全可以就事论事 铁粉骂人是铁粉的事 不必把刘德华牵扯出来 毕竟华仔从没有参加过好声音 整个事件跟她无关 她是无辜的 李文去世时她还送了花圈 录了视频 表达了哀思与缅怀 但珍妮之所以这么做 也许是想把事态扩大 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这样或许才能为好友李文讨回公道 珍妮小时候她爸妈离婚了 妈妈带着她和姐姐改嫁 好在继父带她很好 如亲生女儿一样 高中毕业后 学习成绩一般的珍妮 考入了台湾的世界新闻中科学校 后转学到中国文化学员就读 跟学习成绩比起来 珍妮的长相显然更引人注目 17岁那年 珍妮因长相精致美丽 被发掘出道 只是跟表演比起来 她显然更喜欢唱歌 拍摄电影《凤凰树》时 录歌的歌手有失耽搁了 珍妮毛髓自荐 得到了演唱歌曲的机会 不唱则已 一唱惊人 珍妮的歌唱才能分分钟惊艳众人 1971年作为歌手出道后 珍妮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就成为了与邓丽君 凤飞飞并驾齐驱的知名歌手 当歌手风生水起 感情方面也迎来了此生之爱 1973年 珍妮在一次聚会时 认识了有着李小龙接班人之称的演员附生 两人情投一合 相恋两三年后 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 珍妮夫妇跟许许多多的年轻夫妻一样 渴望孕育一两个小生命 遗憾的是 不知什么原因 珍妮经历了四次流产 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好在珍妮又疼爱她的丈夫 有喜欢的事情可以去做 1978年 珍妮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奋斗》 卖出了八十多万张的超高销售量 忙忙碌碌 时间一点一点地溜走 不知不觉两人迎来了结婚的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 珍妮的人生犹如过山车 高光时刻 她凭借和罗文合唱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歌曲 铁血担心 世间始终你好 一生有异议 将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 然而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高光时刻带来的满满成就感 复生的意外去世 已然将她推向了生无可恋的低谷 1983年 复生发生车祸 不幸去世 当时远在日本的珍妮听到这个噩耗迅速回国 看到相伴七年的爱人永远离开了自己 珍妮痛不欲生 她试图吞下四十粒安眠药情声 要不是家人及时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为防止她继续做傻事 家人用布条绑住了她的手脚 复生走后 珍妮一度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她在香港红刊体育馆的演唱会上声泪俱下 用无尽的思念演唱了再度孤独 Love is over 等纪念王妇的歌曲 她的歌声声情并茂 感人至深 创下了连续七场爆满的好成绩 面对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 一向要强的珍妮并没有太多留恋 她选择了离开 复生去世四年后 等到珍妮再度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她身边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Melody 中文名字珍家平 珍妮说 这是她的女儿 单身好几年的她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女儿 孩子的父亲是谁 一时间议论纷纷 不知为何 珍妮并没有解释女儿的父亲是谁 她只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女儿 一天天把她抚养长大 如今 珍妮已经七十岁了 距离复生去世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这么多年来不是没有追求者 然而 珍妮抱定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念头 再也没有爱过别的男人 她为她守候了四十个年头 她就在我身旁 没有离开过 谭吉王夫 珍妮如是说道 这份漫长的守候 着实令人动容 她的歌声 她对爱人的守候 注定是一个传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